我們有4好像有4的範例 4H的話主要用在那個所謂的 這個這個陣列裡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印後面就是這個item 那各位應該記得這個item 比如說我們只有4個item 4個項目對不對 那這個item我剛剛講過這個是一個item S總共裡面有4個項目 0到3 那我今天如果說要把它全部都列出來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前面宣告一個list item 這個list item是一個class 是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呢 這個類別是隸屬於哪裡呢 也是在那個class在web control裡面有一個叫list item的 一個這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我宣告一個什麼 物件給他這個物件名稱叫item 也就是說呢 我先把 這一個item裡面的項目先讀出來一個 暫時怎麼樣 暫時先存放在item裡面 我先暫時把它存放進來 第一個先存 那存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第一個項目呢 我就來怎麼樣呢 if check一下怎麼樣呢 它的屬性是否會true 有沒有true的話就有沒有打勾 如果是true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執行這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裡面呢加上 等於 加等於嘛 把它 它的池 點value呢 讀出來 所以第一個項目裡面 比如說它裡面第一個是什麼 是 遊戲 是遊戲 對不對 那如果你打勾的話 遊戲 就會被加進來 對不對 然後count這部分的話就加1 等於是說我有打勾一次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把它全部跑完 反正呢 你裡面 它只要觸發一次 它就 觸發打勾 它就去check一下 所以打勾一次就幫你加一次 打勾一次就幫你加一次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呢 我要怎麼判斷說 有一種狀況是 它完全沒打勾的話 那 怎麼判斷 所以這個count 主要用途是 如果呢 全部都沒有打勾的話 也就是說 一項都沒有選的話 那我們這個count 就等於0 所以給它一個訊息 你不喜歡上網 就是你全部沒打勾 或者你這邊改成 你完全沒打勾也可以 那後面else 就是上面如果不是0的話 那等於在最後面加上 加上什麼 你喜歡上的 是什麼什麼類型的網站 所以最後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面的話 它就是串接 開頭的message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是串接之後的 這個訊息 然後最後的話呢 類型網站 這個部分 等於是三個字串 串在一起 OK 如果說完全沒有打勾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邊 通通把它打勾取消的話 那最後的話呢 訊息就是 你不喜歡上網 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城市碼 在 5-38頁這邊也有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 大家可能 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在這地方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 以後的話 那麼你們只要 呃 像等一下那個 list box 類似 或者將來 你只要有很多的 項目的部分的話 你們就可以 把它 做成一個 所謂的那個 用forge的方式 那前面宣告的部分 特別是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list item 那對應到的話 就是這個item 所以你就看一下 它是一個list item 所以你宣告之後 你可以 把資料暫時 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稍微了解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